凭借《少林四成名》,李连杰红遍千家万户,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。 而在他人生中,最为尴尬的时刻,应该是一位记者的提问当年抛弃弃子迎娶励志,自称年轻不懂事,不觉得自己很渣吗? 作为男人,私生活被问到脸上的那一刻,李连杰一时不知所措,回绝对方关你啥事。 相比较李连杰的事业,他的感情近些年来,成为了很多人的饭后谈资。 1月1日,李连杰罕见露面,为励志庆祝六十大寿的他难掩幸福,引发了大家的热议。 情意千金,不抵胸前四两肉,引人注意的是,李连杰一手挽着一个女儿,一家人幸福美满。 对待妻子三十年如一日的深情,让每个人都欣慰,在此前谁会想到他狠心抛弃的美国前妻和两个美国女儿。 在李连杰还是寂寂无名的新人时,作为师姐的黄秋燕,一直都在默默地帮衬她,两个人见证了彼此的成长,日积月累下生出了情愫,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黄秋燕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为李连杰生下了两个女儿。 对于黄秋燕来讲,嫁给李连杰是她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,尤其生下孩子后,整个人都沉浸在未来的憧憬中。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,几年之后,李连杰邂逅了李连杰,李连杰的姿色,搅动了一池春浆水。 赌王和洪参都垂涎对方的美,奈何被几位太太联手阻断。 在李连杰错过豪门后,遇到了可以为自己死的李连杰。 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对方,李连杰回到家中,和给自己生下两个女儿的黄秋燕, 果断地提出了离婚,声称自己年轻不懂事,如今错过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,一定不能留下遗憾。 就这样黄秋燕,以青春为代价,将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了李连杰。 作为一个父亲,她从来都没有想过,自己的行为,在孩子的心中,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 黄秋燕一度抑郁,无法走出这样的伤痛,心中无法释怀,好好的一个家,朝夕之间支离破碎。 李斯作为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大女儿,儿时的经历让她敏感。 虽然不如妹妹李台蜜能力强,但是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孩。 她无法理解,为什么当年父亲会选择抛弃妻女,宁愿不要亲生骨肉,也要和李连杰走在一起,对于李连杰充满了怨恨。 虽然当时的她仅仅只有三岁,但是母亲为了维持生计,不得不把她和妹妹放在姥姥家。 因为李连杰的一个选择,姐妹两个人过上了缺乏父爱和母爱缺失的童年生活。 而李连杰和李连杰两个人,相恋十年后,在1999年结婚,生下了两个女儿,相比较李斯和李台蜜,完全是天壤之别的差距。 简和杰塔,从小受到的是良好的教育,李连杰常常陪伴在身边,李连杰也给予了最好的私教。 简考到了哈佛大学,妹妹也考入到了美国前五名的高中,凭借父亲的名气,成为了圈内赫赫有名的名人。 简小时候就担任刘德华演唱会的嘉宾,杰塔被陈兰认作了干女儿。 四个女儿只晒两个,虽然李连杰一直都在修复裂痕,但是给予孩子的陪伴非常少。 对于李斯和李台蜜来讲,那种父亲怀中的呵护,仅仅只会出现在梦中。 李连杰欠缺,两个孩子太多太多。 替黄秋燕深感不直,为了可以和丽智携手到老,李连杰舍弃的何止是婚姻,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。 据说李连杰在上海,建设了三栋并排的别墅,声称左右两栋给孩子,中间的给丽智和自己,其中的分量一目了然。 如今的立志六十大寿,晒出的幸福场景,作为黄秋燕的女儿,何尝不想父亲将心中的爱意施舍给母亲一分。 黄秋燕多年来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但是李连杰何尝感谢过对方,虽说在金钱方面,给予了对方援助。 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讲,金钱可以填补多少的伤痛,黄秋燕心中的苦涩,应该如何去平衡呢? 看着自己的枕边人,奋不顾身地奔向其他人,逢年过节送上真挚的祝福,而她只能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,不知黄秋燕做何感想。 多么讽刺的存在,媒体一遍遍地质问李连杰,旁观者都替黄秋燕深感不直,而李连杰坦坦荡荡。 在和黄秋燕离婚时,李连杰选择了净身出户,将房子和财产全部都留给了孩子,试图宽慰自己的内心。 没想到黄秋燕没有收入来源,偿还不起房贷,最终房子被银行拍卖。 如果不是好心人帮助,恐怕无家可归。 离婚之后,李连杰用十年之约,诠释所有的爱,甚至卖身偿还励志的债务。 帮助对方渡过难关后,两个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可以说,李连杰用承诺,抱得美人归,错过了那个什么都不图的黄秋燕。 有人觉得李连杰是渣男,也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好男人,也许这就是人生。 但相比为何励志在一起,李连杰抛妻弃女的行为,如今他用三十二年的长情守护真爱, 给李连杰庆祝六十岁大寿的种种做法,反倒令人侧目。 对于这段感情,港媒曾经用一句情义千金,不抵胸前四两肉来形容。 可以说,李连杰不是一个好丈夫,但是对于两位女儿的亏欠,也是他偿还不清的债。 李连杰六十岁大寿这一天,送上真挚的祝福,可曾想过年少时,师姐的情义。 黄秋燕今年六十一周岁,何曾见到这个人的只言片语? 黄秋燕在美国邂逅了如今的丈夫,相比较从前的岁月,她已经完全释怀。 相比较所谓的名利,婚姻注重的是男人的品质。 对于李连杰来讲,立志是她的全部,用一辈子诠释了自己的爱。 但是这份爱,无法抹去的痕迹,是建立在三个女人的痛苦之上的。 如今各自经营自己的生活,黄秋燕也算是解脱。 有一年过年前后,李连杰从上海开车和弟弟,爱人一起去亚青寺,拜见了阿秋法王。 阿秋法王面容停静地说,看到佛像了吗? 李连杰的爱人,弟弟均四处张望,说哪里有呀? 这时,李连杰忽然看到阿秋法王的身上视线出多种佛菩萨,非常激动地说看到了。 李连杰本来说不走了,就留在寺院,但后来身体不适应,出现很大的高原反应,所以才让他弟弟,爱人拉走了。 阿秋喇嘛经常让有缘人看他身上显现的佛菩萨像,有人看到观音,有人看到弥陀,业障重的人什么都看不到。 李连杰对宗教前程,从他近年来参与的活动中可以见端倪,记者每次与李连杰访问,他的话题永远离不开佛法。 李连杰自认前几世一定是和尚,因为他对佛的误导比别人强,曾经多次他想退出演艺圈,但是在高山上的世界杯导演宗萨仁波切的劝导下,他打消这念头,因为宗萨仁波切告诉他,你要利用你的身份,来度化更多的人。 就因为宗萨仁波切的意见,李连杰这几年没拍片时,会与几位宗教好友一起去朝拜修身,今年他走访许多宗教国家,因而萌生拍部佛教纪录片的念头,所以上次到青海修法时,他带住一位美国编剧同行,原本这编剧是无神论者,但最后当他看到任波切与李连杰讲话的感人神情, 他在一旁忍不住掉下眼泪。中国人既会谈论死亡,身信轮回的大明星李连杰百无禁忌,他接受英国男士时尚杂志杂志专访,在该杂志的专题是你的葬礼中大谈死亡。 李连杰透露,他与老婆励志讲过,他日大献临头,要在他曾捐款的西藏庙宇火葬,并希望其中一名佛教师傅能在他的墓碑上提字。 鬼依佛教多年的李连杰,由于信佛,身信人生只不过是轮回过程。 杰斋说,我身信轮回,所以即使我知道大献将至也不会怕,也不会有任何后悔或遗憾, 因为我已经做到好好照顾老婆,家庭并善待别人,绝对没有任何事放不下。 李连杰坦诚,每天都有想过死亡这件事。 他说,我最近就到过西藏十天,学习如何去迎接自己的死亡,而佛教相信今生所做的一切会直接影响下世, 所以我希望今生尽我所能帮助别人。 据中新文娱报道,最近,李连杰在为自己的新书超越生死。 李连杰寻找李连杰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早已向妻子交代过后事。 李连杰在采访中透露,自己曾因为要练出强壮的肌肉,练到几乎没有体脂肪,身体十分精瘦, 结果没想到元气大伤,拍戏时在镜头前一鼓作气展现肌肉后,就一口气缓不过来,直接昏倒,吓得他再也不追求六块腹肌。 他称,自己面对死亡已经非常淡然,已经早交代太太立志,后事一切从简,不用立碑也不用办丧事,树葬海葬都无所谓。 据悉,今年十一月初,网上曾流传着李连杰去世的消息。 十一月三日,向太陈岚发文否认李连杰去世的传闻。 向太晒出多张截图写道, 李连杰,你到底死了多少回? 又传你走了?今早你还和我请安啊。 吴无名,亦吴无名尽,乃至吴老死,亦吴老死尽。 你新书出了,说明你已经超越了生死。 别介意人家乱传谣言了好吗? 对于相关传闻,李连杰也曾笑称有网友说他死了那么多次都没死。 十一月十六日,李连杰现身活动现场,一出场就先幽默打招呼说,早上好,我还没死。 回应此前传闻,公开资料显示,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生于中国北京市,祖籍辽宁省沈阳市,新加坡籍男演员,导演,制片人,武打演员,代表作有黄飞鸿精武英雄,少林寺,太极张三丰,霍原甲方世玉等。 据1905电影网报道,事实上,李连杰饱受甲状腺功能抗禁症困扰,体型也因此忽胖忽瘦,需要长期服用药物,后来又因为腿伤一度传出的仰仗轮椅行动。 为治疗甲状,李连杰虽然有服药,但心脏仍出现问题,眼球也有突出的状况,无法做太激烈的运动。 但好在李连杰的身体状态基本上算不错,不会危及生命,目前持续治疗中。 李连杰2018年拍摄完《花木兰》后,便再无作品问世,公开承认病情后,还一度被拍到白发的衰老模样,俨然没了当年风采,令外界担忧不已。 不过,11月公开露面时,一席黑色休闲妆打扮的李连杰虽然看起来沧桑了不少,但精神尚可。 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,祖籍辽宁沈阳。 1971年,年仅8岁的李连杰进入十岔海体校,开始了他的武术运动员生涯。 1975年,获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全能冠军。 本来李连杰想继续当武术运动员,参加各种比赛。 结果,他不得不在1979年退出武术行业,踏入娱乐圈。 1982年,他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《少林寺》,一举成名。 据说《少林寺》放出来后就冷清了。 李连杰是最受欢迎的年轻英俊的武僧,武功很好,此后一直是武术演员。 他很快成为著名的动作明星,身价暴涨。 后来,李连杰去好莱坞拍电影,成为国际巨星。 他赚了很多钱。 十几年前,据说一部电影赚了八百万。 李连杰也成为与成龙、甄子丹等人齐名的动作巨星,享誉海内外。 近年来,李连杰淡出娱乐圈,近兆也显老了不少。 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,似乎还患有甲状腺机能抗禁症。 他坚持吃素调养,潜心修行佛法。 李连杰是天珠收藏家。 据说,他收藏的一颗九眼天珠价格已经过亿。 因为早年拍武侠剧留下了太多的伤痛,六十岁的他头发花白,神情憔悴,像个八十岁的老人。 但是这几年,他开始信佛了。 李连杰说,信佛很痛苦,因为他无法满足内心的精神需求。 网友说他是临时抱佛脚,生病了才信佛,根本没用。 李连杰的演技很好,但他对前妻和两个女儿的态度,与现任妻子和两个女儿完全不同,导致他给网友的印象不好。 1987年6月,李连杰与师姐黄秋燕结婚。 他们是在拍《少林寺》的时候认识的,所以是青梅竹马。 黄秋燕出生于1961年,比李连杰大两岁。 1988年,李连杰女儿李四出生。 1989年7月16日,二女儿李泰米出生。 我以为李连杰会和黄秋燕以及她的两个女儿幸福地白头偕老。 结果,立志中途出现了,俗话说得好,男人有钱就变坏,女人变坏就有钱。 黄秋燕家里面虽然不算特别富裕,但是算是衣食不愁。 而李连杰不一样,从小就失去了父亲,从小都是跟着她的妈妈长大的。 而且家里面兄妹好几个,所以日子过得肯定是十分辛苦的。 如果不是在黄秋燕在事业中的帮助,估计李连杰的事业没有那么顺利。 在别人看来,李连杰和黄秋燕走到一起是必然的,因为相恋这么长时间,他们在一起也让很多人羡慕。 但是后来,李连杰为了能够撇开自己是个渣男的事实,居然在节目上公开表示她和黄秋燕在一起只是为了冲喜,只是迷信,并没有太深刻的感情。 说到这里,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,心高气傲的李连杰为什么最后会娶了黄秋燕吧? 其实,原因是因为她在拍《南北少林》的时候,由于摔断了腿,所以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而当时,李连杰也是很丧的,毕竟医生表示过着很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。 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事业,但却因为受伤而葬送,她的心理自然是接受不了的。 就在这时,黄秋燕一直都陪在她的身边,还说自己完全不在乎她会变成什么样,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就好了。 后来,在1987年,他们两个就成功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为了更好的发展,他们还搬去了美国的洛杉矶。 不过相比于国内来说,他们在国外还是没太大的知名度的,所以后来无奈之下,李连杰就只能让妻女留在了美国。 当时李连杰和黄秋燕还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,虽然是分期付款的,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窝。 然而,在李连杰回到国内之后,这一段稳定的感情,就这么被打破了。 李连杰当时回国内的主要原因,就是为了要拍《龙在天涯》,也正是因此她认识了自己的真爱丽质, 是一个能让李连杰在自己妻子怀着身孕的时候,打电话离婚的女人。 当初的黄秋燕虽然接受不了,但是最终还是坦然面对了这个现实,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。 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,所以就先送着孩子回到李连杰的身边,让李连杰的父母帮忙带着, 直到孩子长大之后,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滋润小日子。 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李连杰,就算在孩子面前,她也会说两个人依旧是朋友。 现在李连杰和两个女儿在励志过得很幸福,因为李连杰的身份和地位, 李连杰的三女儿和四女儿都成了当地的名人, 他们经常参加名人活动,过着非常潇洒的生活。 黄秋燕的两个女儿没办法,各方面条件都很差, 尤其是大女儿李四,快四十岁了,还没结婚,正是受父母婚变的影响。 现在李连杰已经六十岁了, 她已经和黄秋燕以及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没有任何联系了。 但她对三女儿和四女儿很好,这引起了网友的不满。 网友说,李连杰和黄秋燕结婚了,生了两个女儿。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,李连杰就爱上了励志,她精神出轨了,非常不道德。 与黄秋燕离婚后,李连杰把两个女儿留给了母亲。 她常年不回来看一看,和两个女儿的感情也很生疏。 相反,李连杰与励志结婚并生下两个女儿,但她们一直伴随着她们长大。 如今的李连杰肥胖浮肿,甲状腺有问题,衰老了很多, 但她不想接触黄秋燕和大女儿,二女儿,不想被打扰。 我经常带励志一起参加佛教活动,我也带我的三个女儿和四个女儿在公共场合参加活动,让她们了解更多。 网民们说,如果李连杰对黄秋燕和她的大女儿,二女儿好一点,也许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 李连杰对佛教的接触并不能满足她内心的痛苦,她买得越贵就越空虚。 其实,她还是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,亏欠了前妻和两个女儿。 她一生愧疚,郁郁寡欢。 加上常年拍武侠电影,身体落下了很多病,年纪大了就惨了。 不过李连杰现在信佛有点晚了,是临时抱佛教,更多的是作秀成分。 网友对她评价不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的练习 感谢观看